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LG Display的LM270-WR8SSE面板 是款非常经典的nanoiPS面板 使用这款面板 LG电子在2020年推出的首款4K 144Hz窄边框的27GN950 当时售价接近1万块钱 21年推出了27GP950 可以超频到4K160Hz 并且增加了HDMI 2.1 背面还有一群RGB的灯带 22年用推出了27GP95R 去掉了RGB灯带 23年上半年推出了27GP95RP 主要是改善能效 满足了新的欧洲ERPT2的标准 下面推出了227GP95U 主要是更改了支架 随着具有更高峰值亮度 更多分区背光优势的 miniLED技术的附近 LG终于也推出了使用了 miniLED背光的27G95UM 4K160Hz nanoiPS显示器 下面之前的WLED背光的 LM27WR8SSE面板 更新为miniLED背光的 LM27WR8SSE面板 直接就知道的HDR1000和1560个分区背光 那我们来看看 miniLED的 nanoiPS的27GP95UM到底如何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 作为LG电竞显然器的系列产品 这台27G95UM 相比之前的27GP95U 背部的电磁路造型 更新为了今年的风潮造型 六边型风潮的背部设计 加上两侧的氛围灯让这台显然器不显单调 正面的下巴悄悄消失了 微边框的设计不但增加它的评价比 还能极大的提升美玩度 坐视了LG27G95UM的大哥身份 除了将它点亮 略宽的下边框也四方不影响生气的观感 虽然在一众显然器大堂里面也是做得相当好的 底部是祖传的V字底座 虽然保证了稳定性 但也对桌面空间有一定要求 近身60点以上的桌子 搭配这款显然器才不显局促 支架和本体面板通过一个卡扣连接 省略了螺丝的设计 让你只需要对准位置往上一按 就能徒手完成它的安装 原型的转向头头支持FUYA 45-15度和90度的垂直旋转 但是不支持水平旋转 背部接口还是外露式 两个HTML.1 F2L 一个DP.4 USB上行和两个5G USB Type-A 一个电源接口 没有Type-C 下方的耳麦2A接口支持DTS-X输出 不然能发挥出DTS映响的全部功能 还能省去多接一条麦克风线的烦闹 但是想要实现麦克风的输入 只要是通过USB上行线实现 具体如果去手就取得观众了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LG对VHMI2.1接口的执着 这台LG 27G 95UM 可以让PS5满血输出 同时支持VR可变刷新率 让人家打游戏的时候 摆脱刷新率不匹配的烦恼 用DP线连接 梦中南下就能支持4K 14Hz的输出 也支持4K 14Hz 12.3RGB全上位的输入 在显然计算里可以选择Overclock 还可以超频到4K 160Hz 一块显然器重要的就是它的面板 由于还没有上市 我们只能开启供存模式才能看到面板属性 作为一台7000节显然器 LG 27G 95UM 采用的是LED display 全新的LBX面板 型号为LM27WR8SSEE 屏护网目前还没有这个面板的信息 所有LM270WR8只有WLED背光的SSEE这些 SSEE使用的是Mini LD背光 算是一个新的面板 面板的参数为4K分辨率 440Hz刷新率 色声8斗10 标程1000比1的对比度 原生4毫秒响应 99%sRGB 90% AdobeRGB 99.5% DCI-P3色域覆盖 标深SDR550nit HDR凤聚亮度1250nit 同时这块Mini LD的面板也支持 FreeSync Premium和G-Sync Compaible 我们实际测来 色域覆盖达到了9.8%的SRGB 98.2%的DCI-P3 基本符合标程值 同时还提供了SRGB的色域缩线 在SRGB模式下 SWIF盖每百分之97.7%的SRGB 在支持Visa DisplayHDR的 玩家E模式下 色温6500K 平均DT-E2.88 最大DT-E7.27 应该是工程机还没有交涉的原因 在SRGB模式下则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色认表现 平均DT-E1.62 最大DT-E3.17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这台显示这是通过自家的LCS软件 进行硬件交涉 并将交涉文件显入到显示器中 如果不想用SRGB模式又想要获得比较好的色认表现的话 可以租或者借一个消购机就可以自行操作了 配合LG独家的ATW6平坏技术 使用一层加在PVA和IPS玻璃之间的模片 让屏幕展现更多色彩 改善了过关问题 增强了显示器的色彩表现和图案对比度 耳机官方宣称是100万比1 以及更大的可视角度 让你的游戏体验到进一步的提升 之后就来这台显示器最为亮眼的亮度表现 非HD2模式下最大亮度500nit以上 HD2模式下10%区域亮度最大1200nit 全面亮度也有接近800nit LG圈传的是会支持1700nit 亮度这块可以说是拉满了 但用这款显示器能够少吃几个闪 看见的时候也要小心掌握视频的闪下狗眼 而且得益LG自家的Nino IPS面板 这块屏幕的对比度团然领满意 能够轻松达到1000比1以上 喜欢深邃和幻想片的观众 可以把每个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Mini LTE加持下 这台LG27G URM的分区配光也让人惊喜 52x30共1560个分区已经属于第一梯队了 展现速度很快基本不会有延迟 要知道分区配光有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能够精确的控制区域则更加难能可贵 不过27寸1560个分区配光 大概算一下分区也有一平方厘米的大小了 相比OLED面板还有个差距 黑屏上的移动鼠标还是能够看到光运的 观众体现Mini LED和传统的WLED背光的画面亮的效果 我们这里把LG27G URM和一台 带炸了LM270WFST A1的9FIS屏幕做个对比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说一说画面的区别 我相信在Vidore 我相信在余祖的一条的宗教 但太多了都被离开了太长了 所以你说是这个地方 我来自以为今的邀请的 而不只我这个名称 但也被学贴了 到的营兰祝换奋 好 作为一台电梯显示器 响应速度和拖影自然是游戏玩家最关心的 在EFO测试中 开启不同档位的动态响应模式 进行跟踪拍摄对比 快速模式下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拖影 但是更快会出现显示器过充导致的轻微轨隐 这段情况下使用开到快速的档位就已经足够了 OS菜单的五项游杆在显示器的底部普普通通 但是LG OSD菜单的交互逻辑 还是比国内企业品牌有明显优势的 UI的界面丰富 同时不是美观 UI菜单的功能清晰 摇杆操作反应速度快 游戏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响应时间 十字准心 帧数显示等也都是移音俱全 尤其这种小准心 对于真正需要这个功能的游戏玩家 而比那种浮夸的大准心使用太多了 并且在Windows和Mac都有OSC的软件 可以在系统中控制显示器常用参数和模式切换 再加上交错软件LCS LG在显示器的配套软方面使用也是招招领先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LG 27G 95UM 它在自家的9F4面板配合1560个分区的 mini-LED背光4K160Hz 亮度更新能达到HDR1000 而且它不像一些纯粗大低价的4K24显示器 虽然便宜但使用效果甜蜜蜜 相比之下LG 27G 95UM 在显示板上可见可见 比如说满血的HDR8接口 色彩幅同时色准也不错 甚至支持硬件校色 4K广色彩在抓住3A玩家的心后 又用160Hz刷新率兼顾了电竞玩家 如果能手动交错的话 它当然设计价器也不是不行 目前不太清楚的就是价格 大家可以大概猜一猜 LG 27G 95UM 会是一个怎样的定价呢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 不知道看我们节目里 如何评价mini-LED的LG 27G 95UM 欢迎留言带来给我们交流 要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看 期待